继我上一个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有很多人有疑问 说这些老外为什么不戴口罩 中国人的餐厅为什么要免费 然后今天呢 我就想去为大家揭开这些疑问 常人街所有的餐厅呢 依然关闭着 唯有两家中国餐厅 现在呢 为大家提供免费的爱心餐 这家餐厅呢 叫做中华面馆 这里面正在准备食材的人 除了老板 还有来这里旅行的中国游客 在这里做志愿者 他们都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呢 在做爱心 因为有很多外国人是不戴口罩的 当然他们也为这些没有戴口罩的领饭的人呢 提供免费的一次性口罩 但是这个老板是不接受采访的 我们先给他们点个赞啊 因为他们在国外给中国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我看到有一个外国呢 他是没有戴口罩的 但是他在那个中华面馆领到了口罩 他又来这边领包子 我们问一下他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吗 你觉得有问题吗 我认为那些摩西亚会有问题吗 我认为这些摩西亚会有问题吗 我认为那些摩西亚不帮助 但我只有 但是你也不想戴吗 我听见到很多人 这家餐厅是免费提供包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来这里领包子的很多人也都是不戴口罩的 老板真的很危险 来领包子很多的也都是尼泊尔和欧美的游客 我观察了两家店铺以及几次来这个地方 几乎90%以上的都是老外在这个地方领食物 为什么中国人他们不到这个地方来呢 你好帅哥 你知道这边有免费的爱心餐吗 我知道中华面馆 你去领过没有 我没有领过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能力可以找到食物 虽然我不会做饭 但是我可以去买或者跟朋友一起做 OK谢谢你 其实在我刚才没有拿着镜头的时候 问那个老板你为什么要提供免费爱心餐的时候呢 他说因为这个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不是特别好 因为海外的媒体老师扭曲中国人的形象 所以说他想给中国人真面子 然后为全世界人提供这种免费的爱心餐 然后当我采访完他的时候呢 一个尼泊尔人走过来了 他说他是他的邻居 他对着我镜头说了很大一番话 他就说 她从中国 她做了非常好的事 谢谢 她很好 这个女士呢 为我们尼泊尔人 为全世界的游客呢 提供免费爱心餐 她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她发自内心的赞叹 中国人赞叹这位女士 今天我的拍摄历史两个小时 在我等待的过程中呢 我看到很多欧美面孔的人 他们领了这个爱心餐 没有一点点感激 甚至连一声谢谢的时候都没有的时候 我非常的含心 我和网友的评论一样 我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给他们提供这些免费的爱心餐 拼什么 但当我听到这个尼泊尔人发自内心的赞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的 这两家中餐厅的老板做得非常好 因此我也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我觉得中国人是有责任的 是有担当的 这件事情会在尼泊尔传开 会在世界传开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很好的时候 请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让更多人看到中国人的善举 OK拜拜